凯多这一棒敲出的 是多少人不愿失去的青春 只见路飞伸手抓住凯多 猛地用力一拉 凯多便不受控制地向上飞去 直至飞出了城堡 接着路飞再次膨胀身体 对着凯多就是双拳连射 并趁齐眩晕之际 借助自身的超高弹力 直接抱住了凯多的身体 双手用力一挥 便给他来了个大风车 并毫不留情地持续输出 牛逼 但凯多毕竟是四皇 简单的一番拉扯 根本没有实质伤害 更多的是路飞那放肆的笑手 彻底激怒了凯多 他一脸严肃的张嘴距离 对着路飞就是一发热吸攻击 路飞见状双手向后 直接拉起了整块地面 并借助橡胶果实的觉醒童话 像打羽毛球一样 将凯多的热吸打了回去 正中凯多面门 一时间剧烈的火焰爆炸 震得整个鬼岛火光连天 而凯多更是被自己的攻击 烧得通身却黑 他急忙剧烈甩动去除黑炭 恢复出原本的青龙形态 同时看着变强了的路飞 凯多并不再生气 因为上次一棒子呼死的四党路飞 根本没有用出权力 都怪那个间谍趁着两人交战 一把抱住了路飞的拳头 导致路飞的最强攻击没有打出 反而是凯多的大棒子 捶上了路飞的脑门 这才让四党路飞提前落板 所以凯多现在更多的是兴奋 终于可以和路飞公平一战 而路飞当然也毫无畏惧